哈囉大家好,我是劉胖胖 想要開箱的手機 雖然它的品牌在台灣的知名度還不算高 但產品本身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的強 那就是Vivo的旗艦機NEX 3 它到底有多強? 不誇張的說 從螢幕、性能、相機、電力 一直到功能 通通都是目前頂級中的頂級 我沒在稍早拿到的這款手機 帶大家進行第一手的開箱與實測 那在正式開始之前 還是別忘了按讚、訂閱、分享開小鈴鐺喔! Vivo NEX 3的盒裝還蠻大一盒的 正面有這次最大特色的三鏡頭相機模組的圖案 開箱之後內容物包括手機本體 露耳設耳機 充電器 傳輸線 卡針 說明書 以及原廠的保護殼 充電器的輸出是22.5W 支援雙引擎閃電快充 Vivo NEX 配備6.89吋的FHD Plus Super AMOLED螢幕 機身尺寸偏大 重量也突破200g 屬於比較重的手機 不過整體來說還算好握 螢幕採用了無界瀑布螢幕的設計 也就是曲率比較大的雙曲面螢幕 面板的左右兩側皆有近乎90度的轉折 加上取消了正面的前鏡頭 並且壓縮聽筒與感測器的空間 讓螢幕佔比達到99.6% 從機身正面看過去 幾乎是看不到左右邊框 視覺效果非常棒 看影片的體驗也很棒 反覆處的部分 我這幾天試用下來都沒什麼問題 因為螢幕彎下來佔用到一部分機身側面的空間 所以Vivo NEX 3 採用了無實體按鍵的設計 機身的右側加入了隱藏式的壓感按鍵 中央的電源鍵有做一個紋路來提高識別度 上下則是音量鍵的部分 螢幕上也可以看到半透明的圖示 實際用起來相當容易適應 一來是按鍵的位置設計得剛剛好 手指放下去通常就會在對的地方 而且機身還內建的X軸線性馬達 可以模擬出實體按鍵的短震動 手感相當的明確逼真 在設定裡面也可以去修改壓感按鍵的靈敏度 甚至電源鍵和音量大小聲還可以分開來個別設定 開啟虛擬測鍵功能之後 只要從標示處的邊緣往內滑 就可以快速調整音量 點兩下就可以關閉螢幕 螢幕曲面的部分可以設定曲面螢幕氣氛燈 當接聽來電、訊息、通知或是播放音樂的時候 就會有相對應的燈光效果 螢幕還整合了指紋辨識功能 反應的速度相當快 接近實體指紋辨識的使用體驗 另外手機在出廠的時候 原廠就會直接幫忙貼好保護貼 正反面都有,相當的貼心 機身的頂部可以看到越來越多旗艦機 都已經取消的3.5耳機孔 另外,這邊還隱藏了一組1600萬畫素的升降式前置鏡頭 以及一顆LED柔光補光燈 當開啟自拍的時候就會自動升起 並且具備衰落收回的自動保護功能 機身底部是USB-C傳輸附、麥克風、揚聲器以及卡槽 VivoNet3是台灣首款支援5G網路的手機 目前雙卡雙待在台灣支援4G加4G 之後只要更新 就可以升級到5G加4G的雙卡雙待 在這之前 只要到中國一些支援5G的地區 並且搭配當地的5G方案 就可以使用VivoNet3搶先體驗5G上網的功能 機身背面是一整面的曲面玻璃 採用深層的藍灰色作為基礎 不同的角度可以看到細緻又帶點金屬感的反射光韻 與這個顏色的名稱流光之夜非常搭配 無論是看起來或是拿起來的質感都相當好 整體的設計和做工算是十分精美 保護殼是硬殼款式 表面有人造皮 質感不錯,摸起來也很柔和舒服 實際裝上手機給大家看一下,感覺也是很不錯的 後相機是VivoNet3的主打賣點 它是一個三鏡頭的模組 左下是6400萬畫素的主鏡頭 上面是1300萬畫素的兩倍長焦鏡頭 右下則是同樣為1300萬畫素的超廣角鏡頭 三個鏡頭以等邊三角形 排列在一個圓形的基座裡面 圍繞鏡頭還有一些相當細緻的柯紋裝飾 個人還蠻喜歡這個部分的 感覺低調,但是又藏了一些小細節在裡面 來看一下實拍的效果 必須說,VivoNet3的相機真的非常好拍 相機的反應快速俐落 拍攝的成功率也很高,相當可靠 主鏡頭平常拍攝會啟用四像素合一 照片的尺寸是1600萬畫素 整體的色彩表現十分飽滿通透 細節也很好 隨手拍都很好看 原圖的品質也相當的驚人 如果拍攝環境的條件好的話 可以切換到6400萬模式 拍攝超大尺寸的照片 進一步獲得更多的畫面細節 主鏡頭在一般模式下的夜拍效果就已經很棒 還可以進一步開啟夜景模式 讓夜拍的細節提升 雜訊下降 提亮暗部的同時 也抑制了高光區域的曝光 而相較於一些品牌喜歡在夜景模式下重手 VivoNet3的夜景模式以自然為主 處理過的照片不會給人加很多料的感覺 等效16mm的超廣角鏡頭帶來高張力的畫面 整體無論是細節、色彩、畫質都十分優異 就算是夜拍也有水準之上的表現 廣角鏡頭還支援超微距拍攝 實測就算是2.5公分左右的超近距離 也能夠很順利的對到焦 拍起來的效果也很讓人滿意 長照鏡頭的拍攝效果同樣提供給大家參考 個人覺得也是相當不錯 即便是低光源的環境照片品質也不差 專業模式可以提供到最長30秒的曝光 並且可以開啟直方圖以及拍攝RAW檔 人像是VivoNet3的拍照強項之一 拍攝的時候切換到寫真模式 可以選擇美顏和媒體 美顏是針對臉部優化 媒體則是可以改變身體的比例 例如把整個人變高變瘦之類的 或是想要把腿拉長也可以 因為這邊的照片有前後對比 所以才可以一眼看出有經過軟體美化 如果沒有實際對比的話 其實看起來就很自然 這邊也提供幾張主相機的人像實拍 個人覺得膚質膚色的處理都相當到位 拍攝的時候也可以開啟背景虛化 而且就算是拍攝一般物體也可以使用 不一定要拍人 前鏡頭自拍同樣也讓人滿意 膚質氣色看起來粉嫩又自然 夜拍的畫質也很OK 開眼的時候還可以開啟柔光燈來做補牆 強大的美顏不只可以用於拍照 只要開啟美顏視訊通話功能 就能在你進行APP視訊通話的時候套用美顏效果 台灣人常用的FB訊息和LINE都可以套用 接著來看效能 VivoNet3搭載高通S855 Plus處理器 內建8GB的RAM 以及256GB的UFS3.0內建儲存空間 這基本上已經算是目前相當頂級的規格了 實際跑分 在安兔兔B8.0.3OB的部分得到超過47萬分 而在其他跑分軟體中 同樣也跑出了相當不錯的成績 直接來執行遊戲測試 首先是黑色Tamble M 畫質開到最高 平均幀數是29幀 滿幀是30幀 第二款測試狂野飆車9 預測畫質可以跑到29幀 滿幀是30幀 接著是馬力歐賽車巡迴賽 VivoNet3輕鬆跑滿平均60幀 Pub決定的部分同樣把畫面等級開到最高 實測的結果為平均59幀 最後看到崩壞3 同樣畫質加特效全開 實測平均可以達到60幀 表現相當優異 玩遊戲時可以開啟遊戲魔盒功能 它可以優化遊戲體驗、屏蔽干擾 也可以關螢幕掛機節省電力 或是開啟遊戲子母畫面 正是在機身內部還有均熱板的設計 可以將晶片的熱量分散 讓長時間玩遊戲時不容易出現卡頓的情況 電力設施的部分同樣採用PCMark的測試標準 結果相當驚人 跑出了超過14個小時的優異表現 這主要歸功於4500mAh的大電池 應該可以滿足重度手機用戶的需求 以上就是VivoNet3的開箱評測 總結來說 無論是外型質感、螢幕效果、相機品質、以至於效能的表現 VivoNet3幾乎都可以說是目前的一時之選 加上硬體支援5G網路 最快明年台灣5G開台之後 就有機會在第一時間享受到更快的網速 是一款就算到2020年也不至於落伍的手機 從價格的角度來看 27000有早可以買到這樣的規格 個人覺得是滿划算的 如果想要一款各方面都堪稱頂級的手機 那VivoNet3我覺得是近期相當值得入手的選擇 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的話別忘了按讚、訂閱、分享 然後開小鈴鐺喔! 我是劉胖胖,我們下次見!掰掰!